最近政坛在盛传嘛 行政院长苏文昌如果他下台的话 那么将会由前副总统陈建仁 或者是这个前桃源市长郑文灿来接替 那交通部长这个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以及这个接龙市前市长林又昌 都有可能来这个接内阁 都帮他们找好了位子了 还有包含了前这个屏东县的县长 派孟安等人 这四个人被封为是民进党终生代的四公子 而且他们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官位的 所以有些人选输了 有些人没有官位的 赶快刚好此刻如果趁着苏文昌下台 把他们找新职位 让他们进中央 这种事情你觉得呢 民进党是不是一向都是这种做法呢 网友还讽刺了应该改称号叫做 败选四大天王才对呀 好 这件事情我们持续来请教直董 直董你怎么看呢 你看看这四大 好 网友说他们是败选四大天王啦 那他们是受封是民进党终生代的四公子啊 据说他们现在可能没有官位了 那帮他们找位子嘛 让他们进中央 这是不是民进党一贯的手法呢 那刚刚有监管郭宇 五大战犯 我觉得这个四公子也应该整齐一点啦 叫五公子好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上面不是选输的 不然就是辅选失败的 这个中生代民进党 可能也没有人才了 但是他们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人 叫林志坚啊 林志坚应该去当教育部长啊 他的对自己的这个论文 那么的勇于捍卫 然后甚至不惜 闹了全台的笑话 然后变成大家都 紧紧抓着各个候选人 你只要出来 就必须要去检讨自己的论文 去检视自己的论文出处 有没有抄袭 林志坚一手带出来的这样子的风气 不去做一个教育部长 其实也好像说不太过去 所以干脆改成中生代五公子算了啦 那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求布局 苏贞昌如果下台 下台之后的这个格魁的布局 当然还是以这些没有官位的 这个政治民心为优先 这是必然的 先说这是必然 因为这些民进党里面 所谓算是过去有选举过 然后担任过县市首长的这个人 他必须要更上一层楼吧 但是地方执政 2022惨败之后 显然地方没有他们的位置 可以继续耕耘 没有办法继续耕耘下去的话 没有舞台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缺少新闻 你缺少曝光 最后被边缘化 你的政治实力不在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央 必须要把这些人给纳进去 因为我说了 民进党到最后还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大家不要觉得说 民进党在过去有很多的内斗 例如说陈时中去 勘察这个台风 竟然被人家从后面尾随他 拍出来是闪红灯 这一定是内部的消息 总不可能是国民党请狗仔去拍的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内斗 我们去看到2022虽然失败 可是2024是他们非常执着 一定要拿回政权的这一年 大家去看 2018的时候 国民党虽然赢了 可是民进党没有灰心啊 民进党在2020年的时候 还是推出了蔡英文去打败 国民党推出来的韩国瑜嘛 所以他们整合资源 整合人力 迅速就战斗位置的这个速度 是非常快的 你看像郑文燦 虽然他这一次桃园 浮选失败 可是他在地方有没有资源 他地方有没有票 地方有没有人 肯定有嘛 你现在不给他一个位置做 让他安抚 让他继续有一个战斗的 这个经历跟机会 甚至延续 现在是这个蔡英文执政 未来如果 2024民进党继续执政 让他自己放心嘛 可以继续养人 可以有我的资源 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未来还大有可为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人放进来啊 这个也就是 民进党非常厉害的地方 虽然各派系之间 你去看这四大公子 各有各的派系 郑国会新潮流 都有 可是你去看 这个派系为什么可以融洽的 在同一个内阁里面生存 就是民进党 他最终还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还是一个以利益取向 我为了要胜选 我不择手段的民进党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布局 是非常合理 也可以预期啦 就算他们不是现在我们大家媒体 所猜测的这些位置 例如说 郑文燦街 副格魁副行政院长 但是一定会在未来的行政院 会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因为要分配资源 准备打选战 而如果说国民党没有办法整合起来 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继续失败的话 2024年就等着看民进党 继续用他们团结力量 去吸干人民的血汗钱 去继续的从中抹取资源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发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